我覺得我今天大概我們看過你之前比賽的每一個評審都有同樣的感覺 我剛剛第一句話就想問你說 你今天是不是有心事 嗯...沒有啊 就知道我今天有很多人要離開 然後... 你... 大家唱歌都很好聽啊 可是自己沒有辦法唱得很好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要... 這位選歌或是... 聽人講的 我要怎麼改進 真的很像迷途的羔羊 可是... 我想要... 我想要... 如果今天真的沒辦法再回來這個台上 我真的想要把... 機會讓給... 會比我花更多時間 更有潛力的人去努力 因為我不想要浪費這個舞台 嗯... 呃... 我想第一個當然年齡很輕 他... 一次要... 顧到太多事情 真的是比較困難 哦... 就是服裝... 選歌... 走出來... 唱什麼... 這個都是個壓力 所以一定會遇到很多聲音啦 但是慢慢... 我覺得現在既然都上這個舞台了 你必須知道你的壓力會比一般你在學校碰到的壓力大很多 但是沒有關係好不好 我覺得他學到很多經驗啦 而且剛剛評審也都給了很中肯的建議 只是我們還是覺得有點殘念可惜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選手請注意 你只有這寶貴的一分鐘 知道嗎 好好把握 再次謝謝我們的小黑妞 謝謝 找不到表演方法的小黑妞 再加上受到隊友被淘汰的影響 今天的演出有失以往水準而慘遭淘汰 希望他能繼續努力 星光舞台等你回來挑戰喔 緊接著演唱的鄭祥耀 將這首歌曲送給無緣的女友 而她的表現會是如何呢 深情演唱的鄭祥耀 卻無法獲得評審青睞 她的演唱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我剛才推成跳 所謂你唱歌要有一個精緻度 譬如說他有一句 卻有個聲音在我心裡 掙扎著要出去 那你要怎麼表現 掙扎著要 並不是每一首歌副歌第一句就是重點 並不見得是這樣子 當然它是個重點 但是在它歌曲是有 歌詞是有情緒的 尤其是愛唱歌的人 常常只聽見旋律 卻沒有看到歌詞在講什麼 所以你怎麼樣把你那個感覺 傳遞給大家知道 當我有收到你這種傳遞的感覺 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你的唱歌 是有精緻度的 是有感情的 其實我覺得自己今天 很...太緊張了 對 就是表示 你的聲音都出不來 到最後一句很不一樣 剛從學校畢業的發冷 想將歌曲送給同窗四年的 大學好友們 這首歌就是送給我 班上所有的同學 希望他們畢業以後都能夠順利 雖然在星光 你們很少機會可以上來 但是我一樣心裡會感受你們的陪伴 這樣子 好 還記得 那首屬於我們的歌 熟悉的音符 又會當在我耳邊 好 沙那間 你的臉不應不鞭 你別只會假使思念 希望你在我身边 你原来一直都在 你从来就不曾离开 一直深深深信 就算分开 我们的爱人在 其实你一直都在 常在我的心里陪伴 我一直在期待 你有一天会来 原来你一直都在 你好 张宁老师 我觉得我上次跟你说过 你的高音部分有点问题 太尖 然后你可能因为太会唱 所以很有自信 我觉得你这次 有把它稍微修正回来一点 谢谢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还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你慢慢慢慢 就可以更找到一个 属于你自己应该要唱歌的方式 好 我们先来看看梁文英 能不能过关拼审请按灯 全场欢声雷动的 他得到的是18分 谢谢 好 在这边恭喜梁文英过关 恭喜 今天是有 就是这几次录音以来 最紧张的一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家阵容 就是这次阵容 大家都非常地强 对 好 来 第一拨 第二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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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这一拨 接下来 第二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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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巴冷公主顺利过关 接下来 神受爷爷奶奶坚定不移的爱 所感动的扶照 能否成功挑战这首经典歌曲呢 这首歌 会想要唱是因为奶奶在去年 爷爷走的时候 出了一句话说 你走了我怎么办 不是在这样的当下 其实那时候就很想唱这首歌 去送给爷爷奶奶 好 马上看一看舞蹈能不能过关 请评审按灯 舞蹈得到的分数是 12 13 14分 14 15 16 等一下 它应该也是过关表情 也是最丰富的一个吧 你本身学话剧吗 舞台剧 就是上场演戏来画鼻梁的那种 很开心想要跟我的好朋友们 不是这一段而已 前面就是14 14 就 是不是 马上就加油 舞蹈恭喜你过关 谢谢 紧接着演唱的谢友林 想借着这首歌曲 纪念曾经美好的一段感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上有那么一点点自私 现在每次想要这首歌 都会想起那位曾经 就是很在一起 然后跨着的同一个朋友 然后谢谢你的曾经爱过 谢谢 好 谢又玲的演唱 我们看看这位歌手的演唱方式 能不能过关 请看他可以得到几个灯 热爱音乐的范阳景 一路走来虽然孤单 却丝毫不减他对音乐的热爱 在这场比赛我是赌上了 我从一开始写歌 一开始学音乐 到现在所有的心血 跟我的精神 那我希望我把自己做到最好 然后能够得到相对的回应跟肯定 好 范阳景的自弹自唱自创曲 先请晓琳老师来讲评 我相信他也是完全知道 他的情意 再加上他自己的创作 其实是很 蛮骄傲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当你唱歌 你要跟别人 其实是分享你的感受 这些朋友 我懂得